就在欧席会结束之际 南韩政府公布了一段影片 显示在两韩交界的板门店 南北韩双方代表团进行会谈的画面 南韩政府表示 这一次的会谈过程算是平和的 那么主要的用意是在减轻两韩的紧张局势 降低爆发核子战争的威胁 回围两年 本周日南北韩在交界的板门店重新开始会谈 由南韩统一部所公布的影片中显示 双方代表团进行着和平的对谈 过程中并无冲突 本次会议在美国总统欧巴马与习近平会谈下 要求北韩放弃核武之后一个多小时召开 南韩政府表示 主要用意在减轻两韩的紧张局势 降低爆发核子战争的威胁 要求重新开启开城工业区 并让南北韩分开60多年的家人可以互相团聚 本次会议为双方部长级的会谈 而北韩对此并未发表任何评论 新唐人亚太电视江紫阳编译 欢迎订阅 謝謝